如果沒有這種超越性 這種真實的道德要求 甚至是自由意志發出來的超越性的話 那些行為怎樣可以證成呢? 如果要嘗試找一些相關的回應 可以很複雜 簡單來說,其實Ear Wilson的社會生物學 不對應道金斯,不對應知識基因 甚至現在是兩個鬧得面紅已熱的生物學派 因為在Ear Wilson那派到現在慢慢完善那套理論 由原本在研究大自然的不同社會生物 乃至到後來建立一套總體大自然各方面和物種的演化官 就認為整體的演化論應該正確來說是多重選擇論 多重選擇論是基因的複合和遺傳複製模式 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有某些物種在大自然的環境下,它偏向自私一些 然後有些物種,例如人類,諸如此類,或者是星星,諸如此類 其他,或者是狗,諸如此類 就是偏向族群一些,或者是互相關照一些,會分食物之類 所以其實不可以完全在舊那套,杜金斯那套理論 就是幾乎數珠單一,或者甚至有些人認為可以指向基因決定論 可以解釋一切,但其實在基因的多元性,遺傳多元性裏面 那個框架其實是非常豐富的,好像萬花筒一樣 它的組合是不同的機率 所以其實在社會生物學那種見解,再加上遺傳少少印證 又不覺得是這麼死的,即是那個多樣化可以去到支撐 人類既然有了這麼複雜的意識,穩定了這種物種生存的落地 其實它都可以借根於一種很強的直覺 而它那種意識能力就像剛才那數學,或者是語言文字 有很多有抽象、想像力的那套大腦機制下 去詮釋在生命、人類這種生物的一種內在的情懷 所以又未至於是完全解答不到的 亦都是屬於研究宗教和演化關聯的那些學者很關心的 會不會原始對於宗教對神靈、敬畏的本能 對大自然原先人類的原始暴落的某些很強烈的 對於那種敬畏、壯麗的那種感覺 亦都是根源自後來我們文化不講宗教信仰的時候 都用其他信仰填充下去這種強烈的內在的體驗呢? 那這種其實都有若干的一些研究道德或者研究宗教信仰的深厚家 嘗試去填補這種立論的 或者我換一點點角度 有一個問題其實真的不容易幾句說話講清楚 就是這個是一個思想的立場 就是說可能我們已經存在了 並且我們存在活在一個相當有文化文明的狀態 雖然未必是最後的形式 但是最少來說 離開一種叫做大自然 英文叫做first nature的狀態 例如山落大地或者我們求生 或者是一個野居等等的模式 那麼我們當然生物演化講 我們由農業社會裡面 因為聚居聚集了很多智慧 但是有一個立場我近期是這樣的想法就是 其實這個世界用一個比較哲學家的描述就是 它是 已經吸育在這裡 就是說我們已經有政治制度了 政治制度裡面有自由主義 有左派很多種的形態 甚至有專制的理由 我們有經濟活動 經濟裡面很多理論 醫學活動 於是我們首先把這個世界看成一個 一個廣義的生活世界 我想繞個圈回應 于飛的講法就是 因為剛才于飛的講法裡面 從生物 從某種的 所謂biological的方式 開始 這個事實上是某種思維的模式 如果我們將世界as a given 這個就不需要講神存在 不需要講造物主 怎麼做我們人類 醫神的超長 什麼都不需要講 這個世界已經在這裡 而且在這裡的時候 它有 我對文化大概這樣分到三層 一些是屬於我們共同的生活秩序 我們需要群居 現在發展了很多不同的社會形態 包括政治形態 經濟形態等等的東西 另一部分我們是屬於知識領域 我們有很多不同領域的社會學的知識 經濟知識、醫學 甚至是地理、歷史等等 很多知識 這些知識的特點 是要來解釋這個世界的 希望找到一些指導性原則 但是第三層 我們叫做價值信念的世界 這個世界裡面是最難理解的 我相信我們要撇除了一般講宗教的人 才是說有神論的簡單 意思就是很可能 在這個世界裡面有一種藝術的觀賞 有畢家索、梵歌等等 這些創作的很微妙的活動 有一種道德、人格的信念 我相信這個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用生物演化講 就是有些人 似乎真是求生意志 甚至對存在的意志很強的 還有就是一些我們叫宗教的形態 有些有修行的人物 一些宗教、形態的人 都仍然令人敬佩 還有我們可能是 特別是剛才說的歷史這些反省 於是產生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活在一個這麼龐大的文化世界 我們很想找一個規律 甚至科學家最明顯的規律就是 找一個很簡單的公式 把人類所有的現象解釋去 我覺得這一個立場 好像化藥成為一個定律 差不多這樣 這句裝置是一句說話叫 盧神明為一 就是希望盡量有我們的精神 思考好努力 找到最後的原則 這裡我開始想提出一個立場的想法 就是會不會我們用任何一個模式 只不過是在講這個存在的生活世界的一個片段 並不是全部自由以致的問題 所以我都不是說一種很死硬 覺得現在科學所以致已經解釋完了 我不是那一派這麼強硬 但是我就要承認 必須承認 現在林林總總的發言也挺有道理 他們那個理據開始越來越強 的時候我是承認這一點的 但是我都認為一些很終極的 一涉及類似物理的世界很喜歡講底因 宇宙大爆炸之前還有沒有什麼的 一涉及一些所謂終極的來源 我是願意保留的 講到這麼終極 我甚至 正正就是因為我願意保留 我喜歡解開它 就是說一旦涉及到終極 我不會下定論 不會下結論 但是我們也必須誠實地對已知的事情 努力去歸納 去肯定它 所以 我有時認為 可以借用 借用一位認知神經學的教授 提出一種印證 那它就拿物理世界 去到現在都很努力 想化藥成為一條 終極的物理學公式 來去解構萬物原理 就是霍金 過世的霍金都很希望 任何物理學家都很希望 都找出 那奈何現在都找不出 就是發現 牛頓力學解釋具體物體運動的速度 以及質量 其他 就似乎是 又解釋重力等等 又解釋不到量子力學世界 那種測不准原理的特性 於是乎 物理學都是同時間 拋頭的 很多天錯環的物理學家 都是混合不到的 又不可以用一條公式 那似乎 即使在物理學世界 都分開了一種 介開不同層次的情況出現 其中有一種概念 叫做 緊急 那位認知神經科學之父 就是去高舉這件事 他認為物理學世界 如果 在不同層級的物理原理 他都似乎是 拋不起來的 但是他可以分別 在那個層級 有不同的 運算的方式 以及解讀方式 去解釋這一層的事情 那麼他就說 會不會在這種法院 可以套用到人類 例如在生物學界 生物學界 裡面 不同層級的神經組合 不同的可能性 不同的複雜程度 它上升到一個層級出來 我們可能就要用一種 另外一種單位 甚至另外一種解釋的思維角度 去理解 或者這樣才套得通 在那個層面的事情 即是說 我對文化 或者對人類的文明 作為一種吸育性 是保留一種神秘 或者總是 似乎不容易說明 或者原盡說明 這裏面引申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可以剛才提開 就是 關於意識 這個問題 當然是很專門 但我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 剛才我們做的活動 去描述人類的自由意志 就是有沒有抉擇 有沒有真正自由意志 還是 其實是被某些大腦神經所決定 但這個分析 我們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活動 是可以叫做 matter thinking 後切思維 就是說 我們剛才兩個人 在思考著 命定論 或者是思考著命運 思考著自由意志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思考本身 是後一層的 用英文說是不同的order 不同的層級 這個不同的層級 有趣的地方就是 關於意識發生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外在地說 意識就是由他國初步的治國 治國捕予類式動物 一種比較高等的治國 到人類這一層的治國其治國 但是我們仍然有一個gap 就是當我們在思考不同的理論 我們不是說裡面的神經學理論 就是思考任何的理論 思考任何的問題 去說明這個世界的人 這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惡性循環 就是有少少 我可能是巴門龍虎 我不太清楚 什麼叫做量子力學 但是他有少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世界還沒解釋之前 其實是不確定的 就是等於那隻貓 在盒子裡生還是死是不確定的 當大家認識先 但問題是我們掀開一個蓋 用這個類比 當然這個類比 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就是當我們去解釋世界 用我們的觀念 甚至是 Fundamental 就是用某些語言結構 主諸畏懼 甚至用因果律這個方式 去說明這個世界的人 這個世界就進入了我們人類所謂 能夠明白的一個情況 於是這裡面 我覺得一個問題很有趣 我一直是想不通的 嘗試你了解一下 它是意識和因果律的問題 意識本身 剛才這樣說 客觀的描述 我們大腦裡有很高度意識 我們意識的意識 就會出現一個很複雜的循環 這是很難解決的 但是始終我們人類 還是很想不斷分析 我們大腦去明白我們的意識 但其實這個意識 好像它不斷向後退 你永遠在思考自己的意識 有一個意識的意識在轉彎 另一個問題裏面 更加複雜的就是 近期我還是思考不通的 就是因果性的問題 因果性的問題 這個可以遲一步再理解 就是關於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說明裏面 是不是一定有一個因和果的關係 我覺得是很技術的問題 這個流氾燒鏡 意識的問題 我是有些很奇怪的 為什麼 我覺得 如果假如 我只能猜 我覺得這類也是很終極的問題 我覺得假如 假如這個世界的萬事萬物 其實它是必然這個宇宙 我們屬於這個宇宙 我不排除另一個宇宙 我們屬於這個宇宙底下 這個A宇宙或Alpha宇宙底下 它是必然存在機率的 必然存在機率的 的時候 我覺得 因果不是有些人想得不死的 有因是100%絕對地推現到某個時刻特定的果 我覺得是有些不同的 如果這個世界存有 必然是有機率的 不論你是生物組成還是一塊石頭 諸如此類 不同的粒子碰撞 如果必然是有機率的存在 我覺得那個因果 是應該咬鬆成一個所謂的框架 是的 而裡面是有一定的鬆動空間 你是永遠無法遇到的 這個就是因為它存有本身 就一定必然有機率 跟你人類的文明發展超級電腦 去到多少先進 日後 去到什麼層級 AI 去到多少強AI 去到什麼層級 它都無法遇到的 它都無法遇到最終特定的 必然結果是100%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它存在機率 它不是100% 它總有些不可檢測的 冥冥中的特性 是存有著萬事萬物的當中 於是乎 這個是跟你人類的文明 和你的科技結構 去到幾個層是無關的 因為它是 你無法遇到的 根本是 那理由在哪裡 為什麼一定存在機率 解釋不了 我就說 假定 我是假定去干涉一些終極的問題 如果大家說是去到揣測某些根源性的東西 或者有些為什麼我們 永遠都覺得是 講通到一點點 又講通到不完 的時候 我就想賦予一種主觀的詮釋下去 會不會就是 會不會就是 那種想法就是 切入點會不會就是 如果 事實上這個宇宙的存有 終極的存有 它本身構成的存有 就是包含所謂的機率法則 在這個宇宙 在我們生活的宇宙 所有星體的時候 那 這個是絕對的 我意思是 如果它的存有本身是一定 解釋不了為什麼它存有 我解釋不了 我是假如它存有 我的意思是 它隨著大爆炸 總之假如它存有 我是解釋不了它怎麼來的 總之 但是這個宇宙如果一定存有機率的話 那是沒有任何的物質條件 你組合得多複雜 多先進的電腦 是可以徹底100%推論 因為它注定不是100%的 這個宇宙 但是這個 本身就是一個強的 就是說這個世界一定是沒有必然性 這個會又構成了我們的語言上的一個 Para-Toxical的問題 我覺得是沒有必然性和沒有框架是兩回事 就是說不是100%並不是混亂 兩回事 我一說這些東西不是讓你100%推論到 不表示它是徹底不可摸索的 它是有些框架有些大方向傾向 好像我們心理都有特質 有傾向 有性格 有框架 但是有性格框架 並不必然你會做某個行為 類似是這樣 好 智學裏面有一個問題 跟自由意志 或者是跟知識有一個很密切關係 就是關於Corsade 因果律 這個問題 相當難說 我想試用一個簡化版 關於康德的範疇論 康德有一本書叫純粹理性批判 你認為我們智學系裏面 都覺得是經典中的經典是很難讀的 我都熬了很久幾年才 慢慢叫做讀統一些 它裏面說到一件事 是認為我們認識這個世界裏面 必須要有某些詩驗範疇 詩驗範疇我們不需要理 其中提到一個想法裏面 就是我們對這個世界會有一種因果聯想 他的想法裏面 特別一點就是 他說這個因果律並不是外在的 不是客觀事物之間的關係 是一種內在 是人的認知心靈裏面的某些法則 用例子講 例如我們見到一些 倒水落火裡 我們發覺水能夠滅火 這是一個因果知識 但是如果你發覺有種情形下 將水倒落某些燃燒的東西 那些火竟然不熄滅 那我們會開始奇怪 為什麼平時一直以來都會熄滅 現在不熄滅呢 其實你都是用一個因果去聯想這兩件事情 為何它不發生呢 即是無論世界的事情裏面 它是發生作用或者不發生作用呢 我們都會有一種因果聯想 再舉多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一入房按燈 那燈就自然就熄滅了 但如果有一次按燈 竟然沒有熄滅 那我們就會懷疑燈制壞了 或者燈燒了 這個思考的模式裏面 就是一種因果的聯想 康德的意思裏面就是 人類對這個世界看出來有很多規律 有很多的知識內容 包括人類會有生又會死 有榮有肉 有很多不同的關係 那這些關係其實是一種人類的認知法則來的 就是這些法則不能夠在外邊學習回來的 可能宇宙本來沒有一物 宇宙本來就是一種存在 只是人對這個世界 當它賦予一種理解或者認知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用這種方式 去將這個世界勾連成為一種關係 這個初步解釋 這個問題引申開始複雜了 就是如果這個世界的因果律 並不是所謂那麽客觀的 外在事物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很多的知識其實 就有一種所謂主觀性在這裏 這個主觀性包括是 我們對這個世界覺得 人有生必有死 死後一無所有 這個科學的解釋這樣 又或者有些人覺得 我們死後沒有理由沒有靈魂 這種種的聯想裏面 很可能都會失效的 會影響上我們整個知識的 認知的時候 甚至我們覺得我們有個意志 我們有個生命對這個世界的定位等等的東西 都可以是一種本來無一物的狀態 所以佛教會將這個問題引申成一種 你只不過是某些條件下面 產生某些結果出來 你有一個 例如我們有這樣的 視網膜結構 我們看出來的世界裏面 就有某些三道空間的狀態 如果我們視網膜 變成一條魚的時候 可能看出來所有東西是圓圓圓的 世界的地方 甚至世界的規律 也不是那麽客觀的 這些想法裡面 你覺得有否危機感 我又覺得沒有特別的危機感 因为这种哲学诠释,现在有些认知科学家都是主观,颜色的看法 或者像我们的一些螢光幕的显示,背后是一些曲子 你以为是那个颜色,曲子组成的 你以为很多不同的效应,一些细胞结合 这种结构的密充下就显示了什么状态 我又觉得,如果理解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规律 自然有很多这些现象,说出来它有主观性 可能主观性正正就是在传有之中 我也同意的,譬如说这个iPad 其实是经过不同的条件最合,这个玻璃不表示它是iPad 所有东西是直到人要对待这种工具,赋予它某些方式 或者面前某些事物,我们用它来用 如果不是,没有了人类这种诠释或这种意识的对应下 一个茶壶,你对于一只猫猫,或者对于一只蜜蜂 它完全是一个物理形态 它对它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可能 在某程度上 那的时候,我这些是 如果比我理解,都是摆在所谓 珍惜人性和意识的特殊 就是有这种特质 我又没有说,因为它有一种主观性 或者是它不是很稳定 那又有不同 我反而会谦卑 正正就是说,好像刚才说 甘雨的眼睛,你换了蜂蜂 或者换了结构,或者换了蝙蝠的脑 某个脑区合并了人脑 我们转换了一些东西 看的不同了 反而你看到这个世界 我们越来越谦虚 是要看到人性的限制 我们其实可能很多条件局限 是未能够切身处地 可能以前有个叫Thomas Nagel 是的,他也是提出过 你能不能够了解蝙蝠的内心世界 我觉得很多这些想法 其实背影着整合了很多我们的哲学传识 或者科学的发现 其实如果加一些解读下去 我觉得是令人欠秘的 令人觉得像一个光谱 你其实是看到光谱的其中一部分 我们接收到的信息 我们对于磁场或各方面的光源 可以梦得到什么 所以我觉得 其实不难受之余 其实我们是更加 更加 灑脱 某程度上 由谦卑去灑脱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么庞大的宇宙里面 这么多可能性 然后出现了 你得不到的东西 最后又没有什么所谓 就是变成了很多东西 而你有 你觉得很难得 这样的时候 我又有点反而觉得 没有说整天去到很坚执 在旧有一些上一辈 或者是什么教路 我们下来的一些本来很正的东西 因此我们发现多了这个世界条件 和局限之后 就瓦解了 我反而就看到有它壮丽 和反思的一面 是 这点其实挺有趣的 就是这个联想出来的一个世界 包括现在很喜欢说的平衡宇宙 所以我不太熟悉 但是用佛教的方式说 就是那些条件里面发生的事 例如我们之所以有现在的处境 这个所谓present tense 是众多可能性的一种机遇 例如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我当时都考大学的时候 考广大和中大 广大考不到的 所以本来我打算收历史 是成为萧生的师弟 但是没有实现到这个 那解如呢 他的情形就是 当时我考到广大 因为广大当时的地位比较中大高很多 当年也稍微好一点 那么 进了广大 可能进了历史系 可能我就会做了另外一些事情 这个存在是一个可能 解如有一种所谓平衡宇宙的理论 当然不是真的物理学的说法 就是用佛教说的 就是这些条件在那里面 发生一个分叉点 分叉点 跟着我们走向另一个方式 那陶国璋到这个阶段 当然又有很多分叉点 到这个阶段又有认识于非等等 这些机缘巧合 有时是牵一发动全身 有时是刚才说的痕跡 就是你的生命 某些性格历程 自然会走向某一个方向 于是这里面更有趣的地方 就是可能自由意志的问题 不是一个人 决定你怎么做那个因果关系 而是这里面有一些机遇率的 就是我们选择某些事情的时候 就有某些后果 一路发展下去 有无穷无尽的可能后果 但是我们永远看到一个 present tank的自己 就是以为自己这个处境是唯一的 所以以至可能我自己 慢慢想法有两层意思 一个就是躺开一点的法教式 就是这个业力的无穷无尽 不可思议就是人生有很多可能 我们当是某次经过马路的时候 被车死了 我们现在这个处境不存在 但当时那个陶国璋 加东失事死去的那个 是另外一个世界 但是避过了一次的一劫 到现在来说又形成了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回来说一个命运的问题 也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们以为命运是有某一种的规论 是支配着你 但是如果有一个想象中的全资观点的话 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平衡的可能的发展 而这个平衡发展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整个宇宙 这个宇宙不是指空间上的 就是我们到现实如此的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的人 存在的世界 但是面对着整个存在本身呢 我们仍然是 只是见到某些很小的片段 嗯 这个人生之学的说法就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片段看成唯一的 我觉得是 我就是这么独一无二啊 我或者是这么伟大的事呢 很可能就会构成了一种独断 或者构成了某种的自恋之类的事情 我同意啊 嗯 我又说了一些主观感受 好啊 但是对于某些领域可能有些冒犯的 嗯 在我近年对比 就是自学家和科学家说些话的时候 是是是 我体验到呢 其实不少科学家 其实真的没有那些自学家 某部分偏激的自学家 抹黑得这么自大 我反而见到科学家谦虚一面 是的 因为其实很多科学家 譬如说就算科技 就是说科技发明都是 乃至到科学家 就是在学府里面做研究 或者在实验室 其实他们 我见到他们所建立的发现 他们很赞叹的 一点都不自大 是是是 譬如说他们乃至到 研究章鱼 研究八爪鱼 这样 他们慢慢去了解章鱼的意识世界 他们这些脚的竹 怎样有自己一定的倾向去感知其他东西 其实他一路去表达科学家 一定要发现 还有一些整合理论 他们是觉得很壮丽的 从来没有想过一些似乎 好像很简单 印象里面很低等的生物 其实复杂到有些生存的智能 聪明到你难以想象 就是我不断是见到这些科学家 是在研究动物研究万物 是表达了一种很谦虚 很赞叹这个世界 原来可以有这些事情发生 是是是 另一种乃至到去 讲人工智能 很多人认为 人类如何现在 纯拜文明 纯拜创造 觉得自己是神 将来就讲到什么 走上神之路 那些大历史观 就讲到好像 那些科技 那些引主宰 很厉害 讲到自己很高兴 你看到也不是 其实那些搞科技 创造 或者研究人工智能 他对于人类 这么多年来 集体智慧的突破成果 很尊敬 觉得简直是 不可以由一个人去理解 然后 其实是 甚至是机器的演算里面 学习到智慧 你想想 他不是向生命学习 他是向一部很复杂的机器学习 似之为一个单位去看 很尊重他 我觉得其实是很大的误解 有些人很偏激 去讲到科学家自为了解一切 然后为什么现在这么空悍 说人家不懂真理 那些 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发言的过程 他们不断赞叹他们所见到的东西 好 这点我都赞成 或者我们代表学家 有些 因为传统方面 始终喜欢用一种观念 去把所有东西都解释完 不过我想到了近代 我们叫科学 或者多元化的一个世界观 大部分的独自学的人 都应该比较开放很多 就是不觉得我们是唯一 能够讲真理的人 或者唯一对真理可以发言的人 好 那我多谢于菲尼这次 谢谢 好看 我